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既然了解了磁场的重要性 我们接下去来讨论有关物质的磁性的一个探讨 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物质呢 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还是会显示出它的磁性 那什么条件呢 就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中 它多多少少呢 都会产生一定量的这个磁性 那如果这个物质呢 在外加磁场中 产生十分强的一个磁性的话 这种物质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铁磁性的物质 因为磁性它是一个属于一个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 那还有铁磁性的物质呢 大概大概就是有几种元素 铁固镍 这三个是主要的元素 那因为我们知道钢的话也是铁 它的主要成分还是铁 以及它们的合金 这个我们就称为铁磁性的物质 像地球的核心部分呢 就是铁跟镍的合金 所以地球它本身就具备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一个磁场 那也因为地球有这样的一个磁场 所以它才能够抵挡一些像太阳黑子的一些侵蚀这些等等 因为地球要是没有磁场的话 对地球来说它是暴露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那另外一种物质呢就是 等于说我们把物质分成三大类就对了 那另外一种叫做顺磁性跟反磁性 那这两种都是叫做弱磁性 就是说如果物质来做一个总分的话 依照它的磁性来分呢 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铁磁性的 那其余的就是非铁磁性我们称为弱磁性 那弱磁性又分成顺磁性跟反磁性 分成这两种 那我们再看这两种怎么区分 那如果物质呢在外加磁场中 产生十分强的磁性呢 就是铁磁性 但是如果在外加磁场当中呢 产生的磁性呢如果十分弱的话 我们就称为弱磁性的物质 那弱磁性呢又分成顺磁性跟反磁性 我们再来看 就是这个是反磁性的 就是它是一个弱磁性的物质 像铜啊这一类的 它的磁性呢 因为它在外加磁场当中 还是会显示出磁性 但是跟这个 它的磁性跟外加磁场的方向相同的时候 那我们就称为顺磁性的 那如果方向相反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反磁性的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顺磁性跟反磁性 它的发生的原因 好 顺磁性的物质呢 它的分子的磁聚 就是它的磁力聚呢 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 分子的磁力聚呢 会转向外加磁场的方向 但是呢 当外加磁场移开以后 它的分子的磁聚的向量和为零 它的磁性立刻就消失掉了 所以它会短暂的产生一个磁性 但是反磁性的物质呢 因为它不具有分子的磁聚 所以它并不会显示出 这个磁性出来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磁性呢 再做一个比较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磁性呢 它的产生的原因就是 我们以这个铁石性的物质 做一个说明 铁石性物质 虽然在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呢 它的电子的自旋的一个磁聚 它会相互产生一个作用力 并且在小范围中呢 会形成一个磁化区 但是因为它的磁聚呢 方向不同 所以当时呢 并不会马上显示出磁性 例如像那个铁钉这一类的 铁钉它单独存在的时候呢 它并不会显示出磁性 虽然它是一个铁磁性的物质 但是当我们把一个磁铁 靠近它的时候呢 它自然就会被这个磁铁呢 所吸引过去 它自己会跑过去 回纹针啊这一类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虽然会形成一个磁化区 但是因为它的磁续的方向 并不相同 但是它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之下呢 它的磁化区呢 不但会加强 而且排列得非常的整齐 一直到它完全相同为止 所以这就会显示出它的这个磁性 但这个磁性呢并不是永久的 那温度呢是决定它的磁性的一个影响因素 等于说任何一个铁磁性的物质呢 当它的温度达到一个灵界温度 这个灵界温度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居里温度 当它达到居里温度以上的时候 它的磁性立刻就消失掉 那像铁的灵界温度呢就是 770度C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事实 我们知道在大西洋的中间呢 有一种地质结构叫做中阳级 Mid Ocean Ridge 那这个岩浆呢会从这个中阳级这个地方呢 往上冒 然后那个你们有听过这个板块扩张学说 因为从中阳级那个海洋板块往外扩张 往外扩张 那当时岩浆喷发上来以后呢 它的温度就降到 居里温度以下 所以它就显示出当时的地球的这个磁场的方向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呢 它这个磁性呢它会产生 比如说现在的N级呢 也许在70万年以前呢 它可能是S级 那在又在更早以前呢 它又是N级 所以我们根据对地球古地磁的研究 就是把那个 这个地壳呢拿来测它的磁性 就是把那个标本 我们从这个大西洋海底呢 取出一些标本来 然后测出它的磁性 我们发现地球的磁场呢 产生颠倒 就是改变的情形呢 大概有十几次之多 这是属于地球科学的一个尝试 有关这个磁场 以及磁性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